近日,贵阳以玉米田间交流活动专家铺地毯下地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网传视频显示,贵阳举办玉米田间交流活动,会迎接前来做技术交流的专家 主办方在田间小道上铺满了褐灰色的地毯 农业专家在参观玉米种植情况时,脚踩地毯一直走到地中心 有网友观看视频后表示,地毯应该是非常普通的无纺布 不过,在看到地毯坡的位置之后,可能是把玉米砍掉之后扑上去的 据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微信公众号8月30日发布的一篇文章显示 8月26日到28日,由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主办 贵州省农科院汉良研究所贵阳风和试验站承办的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 西南及南方区2022年玉米田间开放交流活动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 参会人员有玉米体系首席科学家,有关岗位专家及团队成员 综合试验站站长及团队成员,科企合作种业技术负责人 查询得知,活动期间当地为阴雨天气 如果是因为阴雨天气导致农田泥泞甚至积水 或许田间地头铺地毯只是单纯为了保障交流活动顺利进行而已 对此事持反对态度的网友表示,身为农业专家,既然做不到脚踩泥土 又何必研究农业呢?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没必要上纲上线